再来我们看两个职场题 然后这边一个家庭题 他说这叫观念对抗 这是另外一个同学讲的 他说爸妈希望我早日回家早日结婚 OK 每次跟他们讨论都会吵起来 那该怎么说服爸妈接受新观念呢 爸妈希望早日回家早日结婚 来我问大家一下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在这个话题里头 真的是观念对抗吗 那这个观念对抗这四个字 这是那个场景 那个同学提出场景的时候 他们下的标题 可是你知道 我不会无脑的接受这个标题 你们觉得这个题目 真的是个观念对抗吗 爸妈希望早日回家 跟他讨论都会吵起来 怎么说服爸妈接受新观念 你觉得这个 说服他接受新观念 是你这个说服的目的吗 永远都问说服谁 说服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题目说服谁 说服爸妈 当然你也可以说服自己 说服自己早日结婚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那我们先不这么做 假设你想保有自己 来 那你说服他什么呢 你要说服他的是 说服爸妈接受新观念 这真的是你的目的吗 爸妈是担心你 爸妈是觉得安全感的问题 爸妈觉得你过得辛苦 觉得他过得不好 特别对 你都不知道 你看各位同学 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 这样子想问题就是对的 你干嘛说服他接受新观念 你现在是知道 很多人会觉得 爸妈希望我早点回家 早点结婚 你这观念太老旧了 对我而言 我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要选项 这是新观念 我要说服我爸妈 接受这个新观念 可是他们好固执 总是不接受这个新观念 那该怎么办 就吵起来 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对不对 其实你 你你你 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你你真的在意的是 他不接受新观念 不是吗 你要他的 你要的是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不要吵 希望他们不要给你压力 那只是希望他不要给你压力 那你应该要看他的 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 你看怕不幸福 背后 爸妈背后的那个情绪是 对你不放心 怕你不开心 怕你过得不好 而只要你让他证明了 你过得很好 他就没事了 他就没事了 或者是你只要向他证明 你过得非常好 他可能对你早日回家 早日结婚的压力就会减轻了 你不需要让他接受新观念 你懂吗 你不需要让他接受新观念 我讲的最极端 假设 在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 那个那时候 大家之前的明末清初 大家还在 清末明初 什么明末清初 清末明初的时候 不然裹小脚吗 很多爸妈都有旧观念 叫做女孩一定要裹小脚 才嫁得出去 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想裹小脚 我并不用说服我爸妈说 裹小脚这件事情 不行 这件事情是成本的观念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你只要跟他证明 我大脚也嫁得出去 他就不会跟你啰嗦了 因为关键不是大脚小脚 关键是嫁得出去 所以永远不用 你其实不需要对方 至少在这个案例里头 你不需要对方一定要接受新观念 然后再来 我们再问的就是 那你要什么 你要的是一种叫做 要的是不要吵 有很多种可能 一种叫做 那你想要什么呢 我希望不要跟爸妈争吵 那我应该要说服什么 那我也许我要说服 这爸妈的叫做 我已经尽力在怎么样 在努力结婚了 我以这个件事情 我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你们不用跟我吵 这也许是一种方式 或者是你把结婚的步骤 拆成一百个 告诉他 我已经在为这个目标 在行动了 我已经在认识 男孩或女孩了 因为我不确定 这位同学的 要不然就是 我可以如何说服他 相信我已经往这个方向 在努力了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争吵 可以避免争吵 或者是如果 我如何说服爸妈 叫做 我现在其实比以前更开心 能不能避免争吵 搞不好也能避免争吵 所以永远不用 一定要进入 观念对抗的过程 他不一定要是一个对抗 他不一定需要一个对抗 也不需要他接受新观念 你要的只是什么 要的只是 他不要跟你起冲突而已 你只是要避开冲突而已 对不对 所以很有趣 很多人 这我也加一个 加一个额外的感想 很多人他学说服之后 他会发现一件事 他 说我学说服 我生活中的冲突 反而增加了 我学说服 不是应该要避免冲突吗 我怎么学了说服之后 冲突增加了 这是因为很多人 你知道吗 他在没有学说服之前 由于他不会说服 所以他遇到可能会冲突的时候 就像我们 之前上课提到的 他都会选择退让 委屈 回避 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冲突了 因为反正这个打不过 对不对 打不过我就怎么样 就头一缩 那就没事了 结果学了说服之后 他觉得我打得过了 所以呢 遇到可能冲突的时候呢 我就 就是勇于面对 这当然是好的 可是勇于面对的结果 他觉得 怎么生活中的冲突变多了 来我跟各位沟通几件事 第一个 当然不要回避这些冲突 我认为这是对的 可是第二个 也不要因为你学完说服之后 就把所有事情 一定要搞成是对抗 像今天这个题目 就是很典型的一点 就叫做 我有一个新观念 我就觉得你一定要接受不可 你非接受不可 我一定要说服你接受不可 有没有可能做到 有可能 可是这是一件相当困难 而且容易起纷争的过程 当然我们如果 按照我们课堂上讲 我们用自我一致 用低球策略 按部就班 能不能改变一个人 让他有新观念 是可以的 只不过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可是如果你要的目的 不是爸妈接受新观念 你只是要大家不要吵架 完全有别的说服路径 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且既省力 又省时 所以 这是我讲的 当你在任何的案例 拿到手上的时候 永远想 说服谁 说服什么 我有哪些特质 能用哪些技巧 你看特质跟技巧都摆在最后 永远前面第一个问题 跟第二个问题 叫说服谁 跟说服什么 爸妈 是我说服的对象 他们在这个议题上 是支持的 反对的 还是中立的 如果 我给他的议题 叫做 你们能不能够 接受一个新观念呢 这时候他可能 他可能对于这个新观念是什么 是反对的 是反对听众 可如果我给的议题叫做 你们能不能 不要给我那么大压力 那在这一点上 他未必就是反对听众 爸妈在这一点上 可能就是支持听众 就是他在听道理上 他是能够理解 别不应该给我们儿子 或女儿 这么大压力的 对不对 那他就是什么呀 他就是支持听众了 所以你设定的不同议题 会让对方 可以是支持听众 也可以是反对听众 说服谁 跟说服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两点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在 这就是我们刚才处理了三个 有关于反对听众 那个听众投稿的问题 你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往往跟你一开始投稿的时候 问的不一样 你很多人之所以说 我找不到方法解决 是因为你的问题的解题的 那个对问题的设定出了问题 这句话有点重复 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设定 这个出了偏差 永远都是先想前面两个 先了解你要改变什么 然后再想特质跟技巧 而这个题目里的特质 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你爸妈的小孩 对不对 专业讨喜跟诚实 基本上在正常情况下 你就占两个 对 虽然你是他孩子 你什么专业的孩子 很难小孩子当的有专业感 可是你一定是个 你诚实的感觉跟怎么样 跟亲切友善的感觉 那是毫无疑问的 讨喜 所以在这一点上 如果今天我为了说服爸妈 在这个过程当中 写的特别铁面无私 特别告诉大家 妈 社会上不是这样的 你看看人家专家都讲了 婚姻不是生活中的全部 那时候你就是自限于一个 特别辛苦的情况 叫做你抛开了你原本 最有优势的诚实与讨喜 然后你显现出你的专业的感觉 来告诉他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 叫新观念 而你爸妈基本上 相不相信专业相信 可是他不相信你是专业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在你爸妈 扮演专业的感觉 是特别辛苦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说服爸妈 别买保健品 在说服爸妈 不要上当 他们也都走错了 他们会变成叫做子女 在爸妈面前扮演专业的感觉 这是特别可惜的一件事 因为他 你你有没有发觉 外头专家讲什么 你那个什么网路上的 那个什么公众号 随便说什么 你妈妈可能会转 可是你讲的东西 即便你旁真博影 你妈妈都觉得 这么妈 这是我女儿 她懂个屁 对不对 她就不会觉得你专业 所以这不是你的优势 在父母面前 专业的感觉 不是你的优势 诚实与讨喜才是 感谢您的优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